一次轿车行驶在路上 突然碰得一身撞上分隔岛 驾驶第一时间下车查看 目警民众也帮忙报案 过没多久两名远警到场处理 这才发现造势驾驶 竟然是同个辖区分局的灵性巡观 自家人处理自家人的车祸 不过事后却被指控 疑似有包庇的嫌疑 因为在第一时间 竟然没有对造势远警做酒侧 匿名网友在脸书爆料 当时驾驶疑似想逃跑遭到阻止 身上还有酒味 事后副所长赶到现场 却把人载走 还说不要酒侧 难道警官酒驾都没事吗 绝对会有嫌疑 大跟小而已 因为有酒驾没有酒驾 我们都不知道 应该是要自清一下 就是说你最起码要 用检疫的酒侧棒 遭控的大雅分局 出示派出所内的监视器画面 想要证明灵性巡观 走路正常没有酒态 也澄清是因为车辆故障 无法行驶 才由副所长再回警局 一般的老百姓 如果自撞的话 大部分都还是有酒侧 自家人更应该要这样子做 警戒应该好好彻底去检讨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说实在话 老百姓要相信谁 期间未发现有前往营酒场所 营酒情势 现场远景 一未发现有酒龙酒味 却有车祸事实 并无酒驾包庇等情势 本分局和当事人不排除 对爆料者提告 大雅分局颁出法条解释 单纯的财损自撞车祸 没有强制规定要酒侧 但是台中警戒风际 评出状况 同一个单位却没有避嫌 也难怪遭人质疑 烙人口食 静新闻菜对林世新 台中报道 大贼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